雅威農艺术节总监欧利维耶比 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他会变身成小刀小姐 穿着华丽衣服跟四个乐手 在打造成像是酒馆一样的舞台上 用相送唱他关怀的社会议题 用歌声抚慰不安的灵魂 欧利维耶比借着扮装 透过小刀小姐的角色 浓缩他十多年的创作精华 反复唱着哀伤又俏皮的歌曲 歌颂生命的价值 欧利维耶比换上女装粉末登场 在舞台上唱自己写的歌词 卡巴雷的表演形式 男性嗓音跟女性形体同时出现 用相送表现出生命的美丽跟苦涩 因为卡巴雷是很流行的 他对所有人都不只是一个社会 我认为这些歌词是很短的 所以我认为这些歌词是很重要的 好歌词一直说的重要的 我认为这些最重要的事是 我们每次都是帽子 我们活着帽子 我们每次都是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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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仍然被看成是比较低俗的表演 但透过转换身份 艺术总监以小刀小姐 申请酒馆这个作品 表现对社会的观察 她想逃脱的 其实不是男性躯体 而是贵族的戏剧 我们的《 Miss Knife》是电唱歌的 潜入的歌曲 和电视者的工作室 和政治场艺术 这两个首歌的主题是 我牵节的直播 这种类所未来的 我们游戏是电视频 そして这种类服和音乐 我也有两个人 在电视频 在电视频 我們很多旅行 所以這真是雙居 小刀小姐是歐利薇耶畢 在1992年作品《馬戲團之夜》裡 一個馬戲團丟小刀的女助理角色 雖然沒有台詞微不足道 但她對這個角色情有獨鍾 似乎看見自己的某種分身 將近20年的扮裝表演 小刀小姐已經成為 歐利薇耶畢的另一個真實身分 而在她唱著一首又一首的相送時 也讓觀眾聽見她 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